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0月16号晚MyRadio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 还有少量门票 各位可以办到最后的机会 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 预约买票 到时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星期四晚进击港超联的晚上 今晚是Gabby 阿Woy 小弟Karson 真的不要说废话了 终于选拟的场合 香港多有万 11月17号 香港对中国那场世界杯外围赛事 就会在旺角场举行 即是打完四圈又回到旺角场 最初打开口牌 又说保安理由不适合 兜一大圈又回到旺角场 为什么不用小西湾呢 球员的习惯就踢旺角场 或者草地的问题 香港大队场又不行 再加上气氛问题 因为旺角场就没有跑道 小西湾也有跑道 很有民意基础 这条是竹总的计划 你说有民意基础 我看报纸的即时新闻 就说竹总曾经跟康民署说 小西湾不如给我破例一次 都可以打鼓 不可以拒绝的 康民署 是否左拉右拉 我不知道 我看到的 我就是想进去看到 有时候想打鼓 我想看一场球 不过你适当 你选择了 最终决定 是的 没得再选择了 分票的门票问题 分票的门票怎么办 作客球迷来说 就是国际捉协调的条例 就是8% 即6500乘乏520 到时我觉得很难的 平时外国那些来到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顾色 不同的样貌 即一认到就认到你 整个韩国人 最多都是说 你说你去到的时候 你见到中国人的一堆 那一堆五百多人 拿着国旗等等 这些是组下球迷 如果去到我们平时坐的地方 你坐我旁边的 这个人又说普通话 接着他又是拿着国旗的 他是不是装上 都穿红衣 他是不是装上球迷呢 又是黄皮肤 又是黄皮肤 我想是由买票分不分到 买票那里 就好像上次作客深圳 那样 实名 实名就是他怎么对你 他怎么对 那你说怕有人搞事 你实名就知道谁入场 但是我们网上的交票 不是捉总货事 他不是大陆有个卖票 是判出去的 人家判出去的 供应商 能不能够够这个东西 真是吵架的 吵架 如果排队 就给他买了 排队有排队档 给他买了 那排队那时候 登记行不行 排队他在网上买 如果你逐章买 当年皇马来之后 就吵到拆天 睡几天 不会逐章买 他不会逐章买 还有职员也抄不上 X068 有些人 0啊 阿伯那些 不肯拿出来 买票的身份证 不是吧 你看看抄一张牌子 多辛苦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麻烦 到时就肯定 不是一个作客区域 我相信 都是混乱来坐的 坐客区域 对 坐客区域 他平时是间开 一旁边 回到那边 我想就算是分 就好像外国球迷 那些警察要动一排 应该要 其实可以说一下保安问题 你刚才这么说 找一些警察围住那边 其实不是怕他们那边有事 是怕有人走 还有带什么人入场 本身在旺角场来说 浚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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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发生勒卡塔尔那件事 有些纸盒 现在是否都会禁止呢 柠檬柴都没有了 很大件事 不就好像泰国人买面 那些胶袋 装完蛋 不是 你说球场里面 球场外面的停车场位 其实我们经常看球 之前都在那里聚 找人 要混乱在一起 你就知道 吃烟的位 又做一支 中国旗出来 不用的 一旦一支烟 就可以开探 又弄完了 又虚又在那里 所以很多保安问题 他一定是要想清楚 因为其实都真的危险 如果以这样的人数来说 最基本的 速总 最基本的 分8% 做戏也好 你要做这个动作 一定是分8% 给他算数 其他我们香港人 如果不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他不是这样做 其实我们唯一是投诉的 我看到Fever的网页 是可以传信 你可以试试 那里投诉 接下来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理你 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 就有人一信 就试试 这个是处理我们买票的问题 搞不好的 就罚他 反正罚钱 我知道王国祥罚得少了 你罚多些 本来在小西湾 本来在小西湾 就打算盖上门票 打算拿些票钱来 现在这么少 那小西湾多买票 那现在罚得少 就没所谓 都在小西湾那里 那都可以 当然一倍 其实多一倍 12,000多 那买少些票没所谓 罚得少 四皮而已 是的 我都在想到 到时买票 又不知道怎么可以买到 还有明知坚有事 你哥哥就一定会有 现在这次是 一起的 是的 那你是中国的国歌 你会哭他 喂 还有一样东西 播一次还是两次 上次播一次 但其实应该是播两次 我在泰国看的那时候 看的U10多就播两次 是的 没人播一次 省毙吧 都省毙 那个喇叭没声 我看的时候 别怕了 有五百多个大陆投迷 他就是唱 那么喜欢唱 喜欢唱国歌 是的 我觉得在旺角场来说 其实球员就熟到一点 为了香港队的表现 一定旺角场好一点 是的 当旺嘛 旺角场 打了这么多年 打这几场球 打这么好的时候 在旺角 对于球员来说是好事 是的 为了香港的足球队 我们牺牲不入场 没有所谓的 有机会 最重要是得到分 就是吵那些说 买不到票 其实反过来说 你之前买套票就没事了 不是 是的 我又没有买套票 你还以为 你买了那些 很聪明 就是因为有一场 都看不到所以没有买 不要紧 支持就可以了 看看怎么办 希望做好一点 终于决定了 搞这么多东西 是的 搞整个月 都是回到旺角场 真是 真是鱼皮 被人骂了 被人骂了整个月 你一开始说王国祥 就不用被人骂了 就是面骂的 你一开始说王国祥 其实没有人会骂你 不如在那边踢开 出了屋子 看看香港队飞去泰国 集困了 整齐的制服 有善的笑容 人们又笑 又说 下机时脱了衣服 又是大陆热的 又说 机南马的架底濕了 香港的二十多度 去到三十多度 大哥当然是脱了 只有一件外套衣服 又是整齐的 不错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圣圣木木的 新形象 挺清新的 挺清新的 是这样的 斯斯文文 有些我看到又说 人家很整齊 穿到泰国那些 穿到不整齊西装 那人家这个晓晓就是晓晓的 就是晓晓的 是吧 那泰国也是很晓晓的 和泰国人怕冷的 才能穿到的 是吧 震容那里 法徒斯又不明白 为什么他跟着他 因为他可能想试泰国那场 是吧 试一些高强度的比赛 其实就是用中国队那场 我相信就是试试他和基南亚的配搭 那我相信到去北丹的时候 应该会是 李志玉拿回正选 是呀 张志勇有没有机会 我希望如果真的 赢多几球 不要说我们轻挑了 赢多几球的时候 可以多用一些新人 真的希望是这样 我常见他赢多几球 我见到我就拿到的 旁边F组印尼是取消之格 那说了 最后那一队 就不算在有秩分榜里面 最后会不算 但他常常说再入多几球 其实好像没什么意思 很难受 他怕今晚不单搞定 我现在在打 是呀 我正在踢的 不排除这个机会 過了今晚我不是這麼說的 可能是練陣的 我看到又說練射門 又說陳七看中鋒 挺有趣的 後上殺手 你不要給他們那麼多壓力 入了就入了 要拿三分才不好 趕快開記錄 KIM也是這樣 三分以待 開大過頭2比0回來很醜 經常都是這樣 我們往年都見過很多次 以前香港強勁的時候 越想贏就越糟糕 對到現在 我今天跟夜宇大球場的巴打說 很少可在這個時候 這麼順風順水 其實我們有點自信心 球員也很自信心 未必去到智庫 覺得自己能夠做到 其實就是邁向成功的一步 那不是叫智庫 正常水準上場都七球 按錯下球一半都起碼三球 我們這隊看過 真的醃如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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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死 那先回來 香港隊我們有這麼多 講到精英杯 是不是讀精英杯 精英杯 我們拆了 因為我看到有其他報章 都是精英杯 如果我們讀錯 你就只剩下我們 撿回我們 無所謂的 傳媒也是這樣說的 跟回傳媒這樣說 精英杯 跟之前講過的一樣 分開兩組 A組分別就是 元朗、標準流浪 東方、灌中南區和潔志 B組方面就是 黃大仙、香港飛馬南華 和夢想盡旗 頭兩名出線 A組第一名就會對B組次名 B組第一名就會對A組次名 第一場球是星期六開始 灌中南區對元朗 其實比較特別是賽制 賽制方面 本身可以出四個外援 如果你多出兩個U22球員 即是1994年打後出世的球員 你出了兩個 你就可以出六個外援 但我看他也是括註全程 那是怎樣 一開球註冊定 還是整個杯賽過程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年輕球員 五個外援 可以嗎 沒有人講過可以嗎 第二 如果我長B的球員 U22球員 傷了 我沒有換人名額 我現在變成10個球員 我變成有六個外援 甚至乎矛盾 我開球就換兩個年輕人 換兩個成人大一點 那就六個外援 加兩個強一點 那數字又沒有人解釋過 還有那些外援 有些我發現 是94年之後 泰國的彭奧迪 流浪那個 96年 流浪不用怕 流浪很多 流浪很多 94年之後那些很多 菲馬的利奧都說95年 那這個要誠心一點 對 他又沒有說明 我拆勻也沒有這個條例 真的 可能他屬會也有 可能沒有公開 到時換人那裡又出錯 其實是很容易的 說了那麼多年 說四個 都有些領隊差點搞定 又說到時 差點搞錯 有人提他才沒事 這是這麼複雜的條例 火龍火錄的時候 究竟記不記得呢 最重要是火龍火錄 球員就不會理你 你叫我出來 領隊可能不知道隔壁的教練又怎樣提 還有那個時間 我看到他決賽那裡真的好笑 4月10號 即是10月10號打到4月10號 你覺得很長 踢到禮拜天 禮拜天來的 但是呢 南娃傑節 接下來是代表我們踢阿協 接下來是阿冠買阿協 接著過兩天 星期二已經有阿協賽程了 即是可能 如果這兩隊有決賽 就打一場決賽 之後要打阿協這麼辛苦 可能還要作下圈 即是阿協會去第二場踢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 他決定說可以改的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設定呢 如果是星期日的話 譬如是星期二、星期三 你如果是星期二踢就一定要改期 要三天 星期三後就不能改期 那個不能改 南娃傑節 譬如這樣 很糟糕的 到時候怎樣 星期三後又不想改 其實聯賽杯是4月9日星期六 他決定可以改期 但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有可能到那時候 一期已經亂了大陸 尤其是季尾 下雨天又改來改去 更麻煩 還有我喜歡那些杯賽 一氣可誠一點 這裡打一場銀牌 那裡打一場聯賽杯 這裡整場精英杯 上屆都一樣 很亂的 我覺得 聯賽杯突然打了4個月 然後就會有幾隊是連續對賽 我看到聯賽杯賽程 都是去年這樣 翻山 我計算他數的東西 都應該翻山再翻山 即是首名出現三次 有很多時間下去 他也是打了幾個月 一定要砌碰個比賽 付Feel的22還是24場 24 24場 數人是夠的 那不如打三四場晚 聯賽 為攪而起 三四場晚和聯賽 沒有那麼快 扯白旗 你季初輸三場 你不用打 爭冠軍那些沒有 最多就是爭錶組和聯賽組 對呀 這樣分就更好 弄得很猛的 真是辛苦的 如果不是這麼迫這個賽程 我相信 剛剛過去那幾場銀牌 起碼一兩場要取消 是啊 我們講銀牌吧 好嗎 Hony仔麻煩你 阿Fox 今天阿Fox麻煩你 下張相片 說說那場 不如南區先 黃大仙對冠中南區 南區那場 其實就在青衣打 我們可以進場 厲害 我跟他說 以前我經常看新聞報道 看到這場合作足球聯賽 在大雨或者十度八度之下 都仍然有幾十位球迷入場 我就笑他們 傻仔 傻仔 做什麼笨子 有二百多個 二百多個 那場球 他是有蓋的 那些風吹到進來 我們就濕透了 因為星期的場是對海的 風是吃光的 沒用的 那把傘都吹回 真的很辛苦 那就說回比賽 其實我覺得 真的像你所說 就是因為賽程太密的關係 改不了棋 我覺得去到這麼大雨 你踢下去 根本不是踢足球 真的小孩子踢球 那這場球 為什麼黃大仙之書 1比5 其實說回他們 是蠢的 他們用回他們平時 我們上次說很欣賞 那種短傳的踢法 組織的踢法 那個場去不了那個球 技術暗號也好 那些球一定會掉 那些球 做不到短傳 對 那些球要是絕實 要是一線去得很快 你根本是拿不定的 南區就聰明 要是自己推 要是有什麼 打上去 差不多射成範圍 炸一堆蘇沙 射起球隊 蘇沙真的 是不是也射 導致夏志明 夏志明 那兩球世界球 到最後講一講他們的紅牌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把夏志明說出去 他後來 他有抽水的 他有一些彈一彈 我看到廖茴峰那一句 真的很誇張 很肉酸 很肉酸 踩下去了 真是輸品 我覺得 這樣的天氣 打到這樣 就無謂搞什麼 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都在輸五球 算了 都完 OK 五比一 冠中南區晉級 講講禮拜日那一場 東方標準流浪 2比0 東方2 一樣都是在青衣的場 又是這麼大雨 又是沒有譜 你自己看照片 你也看到泥漿摔角 那天有張照片說 踢完黃大仙那場之後 還在灑水 我又沒有留意 我看到那張照片 有人傳給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張照片 他還在耍水 琴碰到那腦 電腦設定了就做的 那些 那些股票基金 五棟教委 我看到東方那場 是比黃大仙更嚴重 對 還有兩場球 都沒有球影出來試場 開球就開球 是不是都要踢的 對 除非行雷閃電 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也是沒用的 沒用的 東方2比0 其實都是要靠死球 一個十二馬 和一個角球斬出來 再執 東方慢慢來 南華4比0 贏元朗 其實我覺得不關過 本來1比0很久 在長球看 下半場才入2比0 六七分鐘很久 最關鍵的 其實我覺得是教練 馮凱文 因為杜偉雄有習慕的 傷了很久 六十分鐘左右 已經出了一次治療 接著兩三次 就在場邊要噴腳 當時元朗 只換了兩個人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換 根本是踢不到 打後那三球球 那三球球都是輸他的 看精華片也看到 都是輸他的 那教練 雖然是杯賽決賽 杯賽一場過 即是你想 一球球可能想換前鋒來追 但你個人是傷到 踢不到 那你堅持放他在那裡 那就很高興了 很可憐 還輸得很壞 那些球球 幾下都是空位 因為腳弄傷 他弄傷 很可憐 我們終於黎耀昌 都一個助攻 和一個中柱球 對 中柱球應該進了 他很不開心 全力不慶祝 傻幫他 傻幫他安慰他 很快 上個星期節目 我做節目的時候 就罵梁子誠 誰知道 剛剛這場球 就弄一顆給我 其實他告訴你 除了入那兩球球球 其實沒什麼好看 他的場球 不是他入第一個球 真的很漂亮 其實是杜鴻頂出來 是杜鴻頂出來的 是杜鴻頂出來的 很可憐 可能沒有拜神 還有那個右閘位沒有拜神 那個右閘之前爭超達 實力差不多 說了兩個卡路士 南亞那個10號 我們很期望他進攻 其實我看了幾場 這場對手算是最弱的 也很少參與進攻 好像一個6號位球員 拿到球向左向右向後 很少向前 就算兩三球 也不太見到他做這些事情 即是謝加強 對 控球好一點的謝加強 看看他會不會有改善 可能是戰術需要 也不是穩陣的球 你也只能放鬆一個梁振邦 梁振邦這場 梁振邦這場是打進攻的 他和羅素 羅素打前一點 這麼奇怪 進級吧 南亞會對東方 灌中南區對哪裏呢 我們接下來講 下張相片 下張相片 Vox 麻煩你 我們先講完 結智1比0 香港飛馬 這場球其實 先講結智 這次在後防方面 出了李藝海 拍攝了烈斯奧 我們可以講這兩個中堅 李藝海 其實我覺得他不算太差 不算太差 只不過是可以 香港飛馬又可以 弱點攻擊他的 即是說你勾個球去的時候 你可以球員 用速度 用身位去撼他的 始終年紀輕 好欠一點 好欠一點 接著他的拍檔烈斯奧 真的見到老了 我們看的時候 剛才不斷說 以前這個球 烈斯奧 把你的球 轉身 帶出去殺出去 還可以放過屁 現在 但他傷了這麼久 剛剛復出 剛剛在復合中 這麼健身 我想他打後的球員生涯 可能都會是這樣 老鬼球 其實是聰明的 不是彈他 讚他 是聰明的 因為去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還玩這些東西 其實很危險 放得了一些高張 其實他防守還可以 最清晰 看得很清晰 踢個球就有什麼問題的事 去到中場方面 新組 不知道是否聽了我們說 打林家衛的位置 其實那一刻小姐 他知道他曾經過 他真的陷入腦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 在那個球場上 他這個位在潔子 跟他當時在黃大仙又有不同 他現在是打中場 他在黃大仙其實是一個後上前鋒 我們叫他九號鋒 他很多時候 在黃大仙的球殺入禁區 他在潔子就不是 不停放長傳 變成有時候打翼 我看到他打兩邊 我多數看到他在右邊出現 這個情況會令到什麼情況發生呢 他這樣打 就會令到巴倫古素 不行 那些球不到 他不停下中場拿球 新組更加沒有機會發揮 即是整個中場塞死了 是啊 他真的不知道站在哪裡 我看到他 還有他的拍檔 林柱基 我從季初看了這幾場球 我發覺他的下腳狠了很多 要小心一點 真的挺狼的 叫做 兩隻腳去 好在沒有向上 那些球 真的很危險 其實很嚴重的事情 潔子 進攻的體系 已經說過很多次 真的靠費蘭道 如果費蘭道真的有什麼三場兩端 在防守角度也很容易 防守看穿了你 現在只是一招 很多公司都是他組織去策劃 他殺入禁區 什麼都是他做的 現在寶聯萊傷了 應該是 許隆出家衛正選 沒有人做的 創造沒什麼人 還有佐迪真是老了 他的速度靈活性都沒有了 他是拿著球 那個技術還在 不過你去到 譬如對香港飛馬 這麼高速度的球隊 基本上你是沒什麼可以發揮 飛馬遺飛馬說的新外援李奧 就是為了他改變了陣式 就是抽在了阿杜域 但是我看完 為什麼這個墨基 說不說踢中間那個中鋒 但是踢一踢一下 他會移到去哪裡 在上半場的時候 然後李奧移到中間 他都拘捕了頭 搞到家耀又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那就是怎樣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中場 我看到黃澤民開龍門球 只有一個尼馬要頂 肥仔要頂 有沒有搞錯 陳俊樂這個定位是很模糊的 他縮得很厚 我不知道 那梁冠聰就打了防中 陳俊樂他又不是打了防中 他又不是酷球球 那其實他做什麼呢 他是一個球球球的中場 正常照計這個陣 我又不見他 他活動範圍很廣 他是迷失的 他是負責產人 在後面 其實不是防中 他只是防中 對 周圍 那條橫 打橫 如果好像藍華 其實他的角色就像傻邦 應該放下去的話 變了羅素 這樣代入 完全不知為什麼 陳俊樂 他不出場 其實沒有拿牌 他真的很好彩 他有很多落腳 是很滑 但是很肉酸 他球勝都不給牌 其實去不到那些位置 不對 就盡飛下去 總之他收起中鋒 其實他外援自己 重疊得很厲害 那個收起中鋒 就沒有人物入涉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上半場見到 那下半場你換走中鋒 換回來了 阿杜蕙換回來了 換了李奧走了 那你右邊就放生了軍儀 就是死火了 即是中場的中間 李馬做不到那麼多事情 又要回來跟你防守 鬥著這位置 又要跟你搶球 即是只牽個球上去 自己做回來了 他一個人 我覺得他這場球 踢得很辛苦 都要讚李馬 他那些拿球 轉身真的拍手 挺好看的 好看 但他不是這樣球員 當然不是這樣 專注一件事 進攻 給球 入攝 那時候他拿著球 沒有人過來幫他 就走 走 你見到閘中鋒 這些我們小時候 在數字球的 撿了球 你見到兩個小孩 都在他後面 我不想 幸好李奧 他有突破能力 真的有速度 有突破能力 如果不是整場球 真的去不了 這個還沒上力 我見他還沒觸碰 可能不再久一點 那兩位假句都不錯 後面 其實講一講 機師讚 那些出形 兩邊傳中球的出形 都是一般 不知為什麼 很多來香港的澳湖龍門 都是這樣 所以才來香港 是 這句 可能練球的時候 射得一般都破得出來 那時候魚丸 上次那個角藥那個 又來到了 原來近視還是近視 那是散光還是近視 散光 一看一拿高球 哎呀 散光 就是這樣 有些缺點才來的 當然 講完中堅艾華道 是操資大業的 都挺OK 我反而覺得他挺OK 硬正 梁樂行大同一樣球員 所以我看看 其實我經常想著 這兩個中堅是否想報越位 但不是 兩隻閘在後面 即是兩個一起衝上去殺球 但不知誰先去 這位是錯的 所以 潔子有很多時候 就像半單刀 射有禁區 講完最後他入球 其實就 混戰 其實之前都有一些警號 都已經 一角球 攻了幾下 什麼時候死的意思 對 即是要黃楊入球都很可憐 每一場都要踢 入球都要找他做 不過黃楊近這幾場 真的不太覺他在陣中 會的 是 坊間傳營操得金 即是隔身教練 因為自己長 可以何時加多久都可以 操得金 真的 隨隨都要他分 對 看到嘉偉 有個訪問 以前金巴爾的時候 他是重心 酸酸 有點酸 葡萄味很重 到現在領隊都不太用他 看看怎樣 看到時怎樣 可能轉會好一點 嘉偉 講講賽程來 Roy 剛才講過了 10月10日 精英盃 冠中南區對著元朗 兩點半鐘在旺角場 去港都去賽事 10月9日 明晚 國際友誼賽 泰國對著香港隊 香港時間八點 Youtube 我不太懂得讀泰國電視台 你自己找一下 上網有連結 上網Facebook 泰國電視台 他才跟你去到 即是我舔過的 去年看U16舔過的 不如我報一報 不丹對馬爾代夫那場 記得嗎 半場 馬爾代夫贏了3比0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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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麼驚訝 那天還有人跟我說 馬爾代夫說 真的贏了3比0 香港只要贏了2球 其實沒關係 沒心機打 沒關係 剛才我在瞅間 那些精華 那三個球 不丹的客房已經散了 3比0少了 上半場已經散了 3比0少了 那今晚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晚一點是意大利波 德國 德國波 昨天是意大利波 多謝各位之前 就是這樣 拜拜